建国啤酒厂原先台北市政府规划转型为啤酒文化园区 后来在中央规划下部分用地将作为台北科技大学使用 引发附近居民不满 如今整个计划案进入公展阶段 立委王宏伟表示回馈公共空间多少 古迹维护由谁负责都应交代清楚 且变更程序不应该是透过公展 强迫居民接受 我们整个原来的变更案 已经经过包含台北市的都省会 包含内政部的都省会全部已经通过 而且核定 但是呢 把它撤回之后呢 由这个我们的建国啤酒厂台酒自行开发 而且呢 要减资把土地还给 还给就是交给我们的国产署 国产署再交给教育部 那么这教育部的用地里面呢 包含了是未来的北科大的校园的用地 还有我刚才讲的古迹的部分 那么古迹的部分 这我刚才特别提到 我非常关心的就是 这一块请问北科大 是不是会承接来做古迹的维护跟保存 这一点其实我们一直都没有得到一个很明确的答案 那另外我要跟大家报告 我始终对于这个程序的不正义啊 我是非常非常有意见的 我跟大家报告 我们北科大非常的聪明啊 早在2022年的年底的时候呢 就给郑文燦副院长 第一次发给了一个杰出校友 过去从来没有发出杰出校友 给他一个杰出校友之后呢 到了隔年的八月份就出现了这个决议 我们这么多年 这里面甚至台九公司在跟那个文化局里面谈 有关于这个 他的增额的回馈 如何做古迹保存 好像也都是白谈了 最后回复到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个案子 这个案子一没有跟我们的李明来做沟通 第二有跟公会沟通吗 也没有跟公会沟通啊 第三个我刚刚讲古迹保存 他到底要怎么保存法 也到现在为止无销无息 我根本不知道他的方案是什么 朱元礼里长李林耀认为 整个都更案变更过程 藐视地方民意 且有异议部分 应该回归台北市都市计划审议 这个简单说明 现在一个理由就是 北科大要来利用这个 建国平安这个土地来做豪杀 现在要来做豪杀 也是一个很矛盾的地方 我一直在研究 这个是一万五千多平的计划 是有在输用的 不是帕子没在用的 不是帕子的 他今年我都要把他分裂 硬要把他贴那两个 之前是古籍公园立地 跟他们去办公大楼 这个办公大楼 当然是都市计划室有说的嘛 因为工业区变更为商业区 以外就是要回归40%的土地 但是中国比如说台湾这边 把这个要回归40%的土地 都是在我们的这个古籍这边 就是我们将来的公园立地 所以这个公园立地的重要的部分 将来的管理权能 就是台北市政府 所以在这个协议成立了以后 当然这个管理管理是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政府都要散尽保管全能之责嘛 所以说将来我们如果有机会 回到原本的时候 赵理事长 我们应该说针对的这个 真的农机跟这个经营管理这个部分 大家采取最大宽松的授权 不要在一个僵持站那边 导致第一个我们自己也不能动 第二个台北市也不能动 第三个社区也不能动 我是希望说这个部分的话 大家能够共襄协力来处理这个事情 相对的这个行政医的这个部分 真的是藐视立法委员 也藐视我们地方 藐视我们地方团体 我们去家庭政 明明说 对这间我们有意义的声音 他也说运动要派一个人 来我们立办公室 或是去外公委立委的办公室 来给我们做一个幸福的说明 不是说应该一直做下去 这种就好像是伴他差距去走 居民则认为受到少子化影响 许多学校纷纷退场 是否有必要牺牲公园绿地 扩充为校地 对此北科大也做出回应 在现在接下来的每一年 都有大学要倒闭 那教育部手上呢 他能够就是说 要处理的这些校舍的部分 就是说接受这些倒闭的大学的 这个校地已经太多太多了 那为什么还要在这一片可以开发的地方 然后呢牺牲我们全部人的权益去满足北科大 然后在这个少子化的冲击里面 然后在一个这么精华的地段呢 拥有一个平白无故就可以得到的校地 是整个园区开发出来 有很多人来 他的收益自己就足够来支付这文化保存 为什么大家还要 政府还要掏口袋钱 台皮掏口袋钱 台科大家掏口袋钱来维护 不用 就是维持原来的文化保留园区 它创造出来是最大的收益 也是我们大家 乃至于台北市民 也许台中台南的人都上来游玩 诚如大家都知道 现在我们少子化 我们有很多学校退场 但是目前跟大家报告 我们现在退场的学校都不在台北市 北科大比较困难 他把他的研究 或是他的教学的学生移到中南部去 对于杜根案中古籍保存问题 北科大表示 在发给教育部的韩文中 承诺会做好保存与维护的工作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道